欢迎来到鞋子玩 我是韦佳 好久不见 又是电视公布节目 鞋子中文的时间 江哥 有人问 为什么你的鞋子背景没了 刚洗刚洗 总玩凹头 凹特了 你信不信 我连下面这条玩意儿 也可以不要 还是留着吧 距离上一期的鞋子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没更新了 很多人可能会说 哎呀 家人才进了 没活了你 其实也没错啊 与其为了拼凑内容 硬着头皮 找自己都不喜欢的国产货 还不如缓一缓 找点好货 你说是不是 也知道大家喜欢大牌 所以本期特意挑选了 5个完美避开 那些敏感品牌的 大牌评价板鞋 来看看这5款鞋子 近着鞋是重要的宗旨 球鞋重来穿的 不是用来吵的 同时温馨提示 5双板鞋的价格波动比较大 节目里面的价格 仅代表节目录制期间的价格 大家还是以品牌 官方的实际活动价为准 第5位 Vision Streetwear 80X Canvas O 作为一个OG的街头品牌 1976年诞生于 美国南加州地区的Vision Streetwear 在国内一直都是不太热门的选择 比起滑板跟街头 大部分还是会先想到Vance 哪怕你现在去收穿Vance的 首先弹出来都是 还买的烂根 真的吗 我猜不是 应该不是 你们说是吗 投个票 80X Canvas 有low跟high两个鞋型可选了 考虑到夏天以及价格实惠 还是low更香了 而这一次选择到了这一双 卡其拼奶白 无论是配搭性还是 视觉观感上面都非常的棒 那从整体的鞋型上面 第一感觉 哎 很有宽威内威了 对不对 但从中底外侧延长的包边胶条 侧面的防护橡胶片 以及厚实的帆布鞋身 靴口冲棉 都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 他想告诉大家 他有滑板基因 鞋舌 鞋屁股 以及鞋垫 三个位置 都印有Vision Streetwear的 经典正方形的logo 鞋垫足够的厚实 硫化鞋底的纹路细节 也比Vance来的讲究 鞋型不会太窄 宽脚的朋友可以尝试一把 来看看上脚效果 打个分吧 第四位 Diadora GAME 皮革小白鞋 同样是一个OG大品牌 1948年诞生于意大利的Diadora 一直都有着不错的质量口碑 如果你是一位足球 或者网球爱好者的话 肯定对这个品牌不会陌生了 那关于他们的一些光辉历史的时间 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自行查阅吧 你为什么不说 这是一款永恒的篮球 以及网球鞋设计元素的经典鞋型 虽然一眼看上去有点平淡了 小白鞋的普通造型 侧面的大logo 连接屁股后面的皮块 低情商说法 啊 这不就是阿迪老师的 史连史密夫啊 高情商说法 细节变化决定产品高度 我更喜欢高情商一点 比如皮面的鞋头气孔 以及侧面的透气孔 分布的恰到好处 再到鞋身的大logo皮革上面的小凹点 设计上面兼顾的优雅和运动的平衡 橡胶大抵呼应鞋身logo的配色 耐磨性跟抓地力都不错 不喜欢这个深蓝的话 还可以看看其他的颜色 200多就能买一双细节不错的 意大利血统的小白鞋 想要小众又要装逼的你 还等什么 来看看上角效果打个分 第三位 smiley 笑脸烦不斜 又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外国品牌 1972年 法国以笑脸为标志性logo 那这个符号 真的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含义 那现在是什么含义呢 你们说呢 微信家族群里面还少见吗 要不是做这一期节目 也许我不会想到 一个1972年的品牌 会把这一个 油巾看来是笑非笑 充满内涵的微笑头像作为logo 并且产品品类还不少 虽然这么一看 感觉有别的品牌的影子了 但这一双水晶底的帆布鞋 多少有点惊艳到了 虽然多多少少有点缝合怪内味 但宽威给不了你的东西 这双都给你了 一边嫌弃的打滑 一边爱不释手的水晶底 谁都在用 但你也说不清楚 究竟谁抄谁的解构中底 如果这些人都觉得不像的话 那就看一下 大部分的流化鞋 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缓震的鞋垫 平底鞋为什么不舒服 很多时候就是鞋垫不够讲究 颜色选择非常多 也就200多能搞定了 你还买宽威吗 打个分吧 第二位美金农 KOTX OG LOW 超过百年历史的美金农品牌 创始人水野力巴 在1906年在日本大阪开设了 以其为名的体育用品店 那其实在国内八九十年代 这个品牌也是相当火的 一系列的跑鞋 羽毛球鞋 乒乓球鞋 做得相当到位 但抛开这些来说 在潮流时尚领域 知名度显得有点不足了 而这两年也看到他们 明显在国内 有一项去开展一些推广 所以我们近期也能看到 他们一些时尚单品 包括跟空山鸡老爷子的联名 等等这些产品也不错的 确定不是奇葩鞋吗 有点奇葩 当然有点帅 那这一双KOTX OG LOW 虽然相对没有那么前卫 更加多的是日常百搭的风格 整体油软的帆布材质 中底的橡胶包边 比一般的硫化帆布鞋厚要粗 鞋头的橡胶位置面积会相对小一点 显得鞋头带有一点点尖 特点就是侧面的贯通鞋身 以及中底的大LOGO了 类似的设计在钩子上面 好像有见到过 但用在LOGO线条更加复杂的 美金龙上面 感觉效果会更好一点 硫化橡胶戟很简洁 配上字母LOGO 中规中矩吧 看看上角打个分 第一位 KARPA 漂戴LOGO 高帮版鞋 诶诶诶诶诶 相信看到这里这款鞋子 大家第一感觉跟我都是一样的 这一波估计KIDS要哭晕在厕所里面 跟邝威相拥而起 不过也不要着急喷 其实对比一下KIDS 邝威 口渴可乐的这几方联名来说 还是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嘛对吧 起码人家用的不是70S鞋型 而且价格对比一下 还是这个更有优势一点吧 在多个可选的颜色当中 我挑选的这个米白配红字的 比较经典的搭配 去看之下中底细节是蛮多的 鞋口橡胶护条是基本配置了 中底之上外加一捆的橡胶包边 而橡胶包边之上 再来一圈的帆布 形成了鞋头三层叠加的效果 两只脚的外侧的KARPA大LOGO 采用的是高密度的刺绣字体 不怕细看足够的精致 鞋垫上面也没有含糊 配上了厚度足够高的缓震鞋垫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 这款鞋的价格波动很大 大家可以看准最低价的时候 这款是二次投牌的 整体效果怎么样 打克分 好吧以上五款鞋 大家觉得这一波推荐怎么样 五款按照号码哪款最可 也麻烦在这里告诉我 让我收到大家的口味 下期见 讲迪黄牛逼